不用錢 全民健身效果好 沒有什麼神秘的活動 不用膜拜 然後又 又可以 性命雙修 同時提高我的心靜和我的健康 所以你認為說是 到底是念宫呢 還是一種一般人所謂的宗教 宗教 因為我不是念學術人 對對對 我覺得這個 這是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說有些人認為他是宗教 有些人覺得不是 那其實看什麼定義 宗教有神職人員 有神職人員對不對 有一個教堂有一個廟 有規章有制度 那法輪功就是修心上善 然後有幾本書 看了就跟著照裡面做 然後照裡面動作練 那是一個修身養性的 一個修煉的方法 當然有些人認為你信神 那應該是宗教 有些人認為你沒有什麼制度 沒有神職人員專業的和尚 修道士 沒有廟沒有教堂 所以有些人認為不是宗教 這個對一個法輪功學人來講 也不見得 我覺得另外 對我是 你認為說 不管是佛陀或是說基督 當初他開始宣揚他的這個 你可以說是個信仰 對 你認為是會有這些東西嗎 都不會有 所以我認為 是不是宗教 並不是那麼重要 因為每個人對宗教定義不一樣 所以我是這樣看 一般人 所以我特別強調 對 但我也有朋友說 你們就是宗教 我就ok 我也沒有要反駁 有些人認為 這個不算是宗教 我也有朋友這樣講 我也說那也ok 那就是一個 因為 人們會習慣於用過去的經驗 和你學到的東西 來形容 你看到一個新的東西 那可是 對我們過去的經驗來講 沒有這種 像把橫弓這種 那麼鬆散 然後又是 又修心性 又練身體 這種 沒有個東西來套 所以 每個人的詮釋就不一樣 這我覺得倒是 你們現在都有所謂的 那剛剛有一個問題我還沒講 就是說 92年到99年傳出來 7年之間 你剛剛說為什麼 你怎麼知道練得那麼多 那個時候他們官方有 那個時候是朱鎔基當他們總理 曾經有講過說 其實是鼓勵 這個法輪功幫國家省了很多醫藥費 是 他有這樣講過 那後來 他們也 說 7千萬到1億人 有在學練法輪功 是他們媒體講的 就像我們 台視 中視華視 他們的中央電視台 就那時候就Promote 法輪功 那 我曾經有聽到一個故事 就是說那時候 黨主席是江澤民 他們的 中共的領導人 那 他有一次到一個 體育館去 去 巡視 一個體育館 表演工法 就像 校慶小朋友表演 跳舞 然後表演工法 就1萬個 上萬個法輪功學生在那邊表演 他就 很震驚 所以 這麼多人 他就 要下屬去 明察暗房 滲透 因為反正 任何人都可以練 所以 一個共產黨 一個科務進來 我們也是教他 反共就是 不分 不分階級 不分 種族 所以 他就來學了 那調查完之後 報告是 與國與民 有百利而為害 那 即使這樣子 共產黨 江澤民 還是要鎮壓 那時候 政治局常委 七個當中 有六個 自己在練法文功 然後是家屬 在練法文功 都反對要鎮壓 但是 江澤民 中共的 好 中共到了 這個 江澤民時代 已經不是能夠 一個人做主 我的理解 他已經不是一個人 就跟現在 胡錦濤一樣 你看他們要弄掉 現在 這個 重新這個 這個 他們要溝通佈局 之後 然後 得到共識以後 才能夠下屬 不見得能夠說 一個人就能夠做主 應該說我講的不代表 任何的 官邦的立場 或是 又從其他 一些地方聽來的 就是 但是很重要一個是 他個人的 度計 度計 法文功 這麼多人練 共產黨 可是剛才講呢 這是矛盾 他沒有這樣子的 沒有這麼多人去練 剛才講 他怎麼會說 變成對中共 有這麼大幫助 讓大家健康 就是因為 因為不太好 而且是普及 這才能夠造成這樣的結果 對 像比如說 練那個 太極拳的 或者是 練那個什麼 少林武術的 這個其實說 這些 這些 這個民間非常的多 而且現在還是 自己極拳的 對不對 他們一樣 是對身體 有好處的 對 那為什麼 單獨 法文功 會 受到那麼大的 那個 那個少林寺 你剛才講 他還不讓他 氣而化其盈 對對對 我們一般人看了 有這樣搞話的嗎 對不對 還要脫了頭 這還有一個差別啦 就是說 法文功 講真善忍 跟 中共裡面 是 某一定程度 是 那我認為 如果你這樣講 跟中國理念衝突 中國這個理念不能夠包容 那還不會只有這三個 這三個資料 對不對 就是說 這個 你這樣講 他對宗教 基本上就是 他要講一個邪教 這個東西 他怎麼找出這個東西 我記得我在2002年的時候 我在網路上 跟大陸的一個 一個人 通E-mail 那時候本來就 沒事沒事 就mail過來 就罵我們 他想說你們這些 這些台獨的走狗 我們就要打過來了 幹什麼 後來我就 我就跟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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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他對話 我其實能夠delay 後來我覺得蠻有意思 他為什麼 會這樣子看我 我就想說 好 綠黨重要的是 環境不是在於 要不要統一 統一或者獨一 這不是最重要的 不過呢 好 我就算 我就算講統一 你過來還是要殺我 他說你不講獨立的話 我們就不殺你 我說怎麼可能 我說綠黨 綠黨雖然不是 不是一個 不是一個 一個 一個那個 那個那個 宗教 可是呢 我們其實 是蠻不造反的 我說我們其實 是在造反的 我說我們 我們綠黨 我說我們是一個政治組織 可是 是 我們雖然是很和平 可是呢 我們基本上 不要改變 改變就是造反 對不對 雖然是用和平的方法 來造反 那你們過來的話 對呀 一定說都要找我們這些 造反的同志 一定要來殺我 所以 所以我說 你看看 連法輪功 連法輪功 我去讀了他那個 法輪長轉 真善忍 我說很好啊 除了最前面 他李洪思那個 我覺得那非常 不太去管 其他 他講真善忍 說很好啊 對不對 這很好東西 你們為什麼 會去鎮壓他們 莫名其妙 他想說 法輪功是個邪教 哇 那到後來就 就很不可理喻了 你知道吧 因為他們整天 就看那些 官書的新聞 那我說你 我說你 可是你看你們 我原來 我這是第一次接觸 我除了在外面看過 你們 有人坐在那邊 我是第一次 從你那個剪輯的 這個東西 那都是他的 都是大陸上自己講的 你剛剛講 你們從媒體講 中共裡面 當初就在搞這個 即便是在搞 那個文化大革命的時候 他們 你看看那個 紅衛兵 我們以前聽他們演講 他們要 為什麼要會這麼強 在變才上面 互相之間是要論證的 也不是說 你剛剛講的說 你這個 假如你講的就算數 他們是 有一套思想邏輯在那裡 那你能夠辨證 他要把你這樣子 突然就 有人說你這麼好 突然又把你打 把你打垮掉 那要很深的佈局啊 要有一套 一套邏輯讓老百姓 就剛剛講 今天講黑 明天就講白 你以為就這麼容易啊 我不認為也就那麼容易啊 所以 我不是說 你這個對不對 就是說 就是讓我們一般人來講 還不是能夠很能理解 他這個翻臉啊 剛剛講的 這麼快速的翻臉 而且要有效喔 不是你想要做 對不對 還要能夠有效 讓其他人就能夠 而且他那並不是只有說他的爪牙出來抓人 嗯 是整個全民 你知道嗎 像他你跟你這個人 他們都會說邪 像我朋友他到南寧去 因為他跟他走到南寧去的那一副那個修行人的裝扮 然後就很緊張 因為他們的第一個反應 法輪功 哈哈哈 對 就是說所以有到那個時候 所以法輪功在大陸上已經就是被 到目前為止都已經被 順序問題啊 是因為他是下令鎮壓 鎮壓然後找藉口找理由 所以他就開始抹黑 他找了五個人 去天安門 弄個天安門製焚案 那其實裡面很多破綻 就是像拍電影的手法 遠景 近景 中景 然後各個角度 然後 可是法輪功啊如果基本上頭 假裝法輪功學員製焚 然後這樣 你們現在是一個鬆散 根本沒有什麼組織的東西 所以來講法輪功的個人 如果有些 他的訓練 也沒有辦法變成一個 鎮壓所謂這個組織 鎮壓只有什麼 就是個組織 否則一打就閃掉了 也沒有什麼好 多神也沒有什麼好可 好可怕的事情 對呀 就像你這樣練太極拳的話 我們也沒有什麼組織啊 突然之間看到那個 公園裡面有人在練教太極拳 我們就會去學一學 然後 可能一個禮拜 一個禮拜他說 他每天都去 然後可能一個禮拜去 或者去學了一次 學了說 我騎過來我就不去 對呀 就說 沒有名冊 不用註冊 所以我始終 我始終不了解這個組織 滿心 就是整個組織 可是剛才他抓人這件事情 對 因為我剛剛很有名字 沒有名字 沒有名字有什麼好抓人的 他就看你比如說家裡有書 或是 家裡有書 因為他會 他會認定你是法輪功學員的話 就比如說 有些人在鄰居舉辦 說我鄰居 我在練法輪功 然後就去抓他 這樣子 然後他抓到他 他就要 強迫他 轉化他的思想 就像剛剛電影那樣子 就是在台灣 一個民主國家很難理解的 一個 你說 你說我們 台灣好了 台灣如果拿西方這個 這個民主觀念看來講 也不見得就 心善性的 對不對 那我們在台灣的人 但是 倒是可以 可能相信 不需要革命 就可以 去 可能可以 經過一般努力 當然 即便那個努力的過程 還有點辛苦 但是可以把它改變 這是我們在台灣的 會留在台灣 因為 在台灣生存的 這個 我認為我的信仰 大概就是這樣 我認為說 台灣的集會遊行法 人民團體法 我認為是違憲的 比如說我個人就認為說 這不合法 我對那個 人權啊這些 憲法的自由的解釋 但是呢 我可以解釋就是說 這個事情 他不需要用革命 就來解釋 因為革命的代價 但是你們 你們法輪功的這些人 認為說 你們今天要吃的東西 在中共這個體制之下 這是一個 像我剛才講的 是台灣的這種狀況 我認為 在我看來就不會 沒有中共這個政權 那你這個台灣說 可以把這個事情 剛剛講 經過你這樣 這樣子努力 什麼什麼這樣講 就能夠將來會有限 我認為他還早 所以你們認為說 跟政治沒有關係 這件事情 在我看來 那就太天真了 當然你不是說 你都是政治家 但是你說跟政治沒有關係 他似乎還沒有到 什麼什麼 中共政權來講 還沒有到這一天 就是說 只要引起大家共識以後 就可以做一些改變 尤其你剛才有提到說 以你的了解 他竟然是一個 江澤民就可以 對不對 認為說 這個對他的領導來講 可能構成威脅 就能夠發動 就要去做 這樣子一個鎮壓的事情 那你想想看 這種政權裡面 它不是一個政治 不是一個政治上的問題 沒有做政治的這個改變 可能會容許一個 像你剛才講的這個 我信仰應該得到自由 他沒有自由的東西還很多 其實是這樣 就是信仰 剛剛講的 他只要認為你是對他是威脅 基本上都不行 對 的確確的就是我 我一直到現在為止 從前面一直聊到現在 還是搞分在簽署 就這種轉折 一定要有個世界嘛 有個什麼特別的事情嘛 然後才會引起他那麼憤怒 要做鎮壓 對 尤其你剛才講的 江澤民的出身 江澤民他也不是一個 對 他們基本上都是學理工人 其實 也不是那個很 做那個什麼政經 像以前他們那些 老幹部裡面搞這些 那些什麼出身 他會被弄去搞這個 基本上其實也是 別人一步步這樣 這樣一步步安排來的 鄭草民他們一直就交代 你看一次交代了幾個 幾個世代都把他交代一下 這個在我們看來也是 這是難以想像的事情 對不對 所以中共政權來講 平良講現在來講 你說他不是個政治問題啊 可以單獨說 我在中共基之下 我去增個 增個這個信仰 然後就可以讓他 我就可以真正 就信仰跟他談一談 然後讓他 容許你的這個觀點 當然他是已經走向比較開放了 跟過去裡面 西方人認為說圍堵 對不對 過去就圍堵 圍堵就沒有辦法把它消滅 因為消滅乾脆就是開放 走另外一個反方向 走另外一個反方向 讓他散開 由讓其他人結束以後 看他清不清的去考驗 會不會改變 那我這個相信 隨著時間 他這麼多人的人 留學出來 他這種東西 我們認為也不會先的去考驗 但是還不至於是說 你們單獨的想說 這個是在中共的體制下 這是一個單純的信仰 可以用一個這樣的角度去解決這樣的問題 可以解決你們的說 我這些人要練功啊 這只不過是一個信仰問題 就應該容許 就是要有勇氣相信 這個就是說 他這個問題不會 不會那麼像你想 那麼單純 我覺得 你現在問的問題 問我們法輪功的這個 好像 他判斷了 這不是你來的 他真的沒辦法回答 因為他也搞不清楚 所以我覺得 也不是你講 我是剛才聽 所以 以後那個 那個就是 那個什麼陳雲林來台灣 那時候如果我能 跟他訪問一下 那一定要請你來 請請兩位來 你為什麼要鎮壓法輪 你講清楚 你講清楚 你不覺得說 你這麼多大陸同胞 對不對 到了台灣來旅遊所 來看到這些東西 對不對 那這有什麼 你是不是需要 我們看不到 對啊 我不曉得為什麼 因為他當時 講說那是一個邪教的時候 完全沒有講那個內容 對不對 我是覺得說 其實有那麼多的留學生 因為我們接觸那麼多大陸出去的留學生 他們也在外面接受 對不對 他們也講說民主自由 等等的東西 嗯 至少他在 他如果回到中國去 那也許他就不關心這個事情 如果說他稍微關心這個事情的話 他一定會去問 說OK 他講的邪教的原因在哪 問題在哪 對不對 至少他有一半 有一半 四是而非也罷 他一定會有一個東西 他還要接受 所以我講給你們 台灣的 理性 至少有一半的理性 他講邪教 就是導因為果 他為了要鎮壓 所以把它 掛上一個邪教 然後他為什麼要鎮壓 我剛剛講 人數眾多 是一個很主要的原因 這個 沒有就是說 他如果說 如果說他叫人數眾多 他是一個邪教 導致於什麼 沒有 沒有 一定要有一個事情出來 對不對 用常規的理論去套在他們的國家發生的事情上 講不空 我還是會很感激 如果陳雲雲來的話 我一定找個機會去問他 那為什麼要鎮壓 我不懂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我們看來他就講 他到底有什麼樣的威脅 有會使他判斷說 他非得這樣子的鎮壓 鎮壓搞得就變成到處 說破壞人的 就四處這樣 殘了他們 他付出這樣的代價 也就是說他裡面有兩種人 一種是 有 微微有一點良心的 對不對 那另外有一種人是真的邪惡的 就是說他那個鎮壓的人裡面 所以呢 他們會相信說 尤其是 像他們會到那個醫院裡面去摘那個法輪功人的那個器官那個事情 就是說 因為法輪功的人是會健康的 哈哈 對不對 他比如說他是一個好事情啊 對不對 所以 所以他 基本上這是一個好的空法 我只會有覺得那個中間的 那個 那個叫匪夷所思 我一直到現在還是搞不太清楚 就是 不管怎麼樣 找不到 找不到人來聊這個關節性的問題 可是這個問題 我們請健康來跟他聊 真的是沒有辦法得到解決 你 透過那個數字來講 也是這樣 有 沒有 他搞定原來 真是 他們自己都不算 有得到幾千萬人 這樣一個地面 所以我們可不可以今天的訪問就到這裡為止了 好啊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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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說 你說 不是 可以 沒有我們是站在人權的立場 人權的立場 然後還有 還有思想自由 自由 性對自由 但是有這個立場我們當時沒有話說 我們覺得就算是非常排列的事情 那你就是要給他這樣子的權利 對我來講這是一個很基本的一個價值觀的利益 就像很多極權國家、專制國家 他屠殺他的人民 他也沒有什麼理由 以前我們在台灣那個管制的時代 這個Newsweek或是Time來這邊的時候 也是一樣把那個有關報道部分都是撕掉的 但是留學生很多 所以剛才講的 你那個 你出去人家就會看到了 哎呦 政府原來不是這樣做的 你政府的說法 對不對 到了國外說國外有不同的版本 對不對 就交流 那個東西就會 讓人家覺得說 哦原來你那個都是一箱 就是你一面倒的那種說法 對不對 不是說事實真相就是如同於政府那個版本 是啊 所以中共現在每天開放中的人出去 而且 那是他在 他是可以自由的接觸到 對啊 去跟他們利用 那個是 那個是剛剛講的 那是黨主的事 他理解但是 對不對 主要開放就是會這樣 政府還是在鎮壓 那他們理解對於政府鎮壓沒有什麼的 他會對政府剛剛講的 那個法文公當初講的 那個道理啊 是邪教 他應該要好 對啊 會慢慢重新 就會思維 太多了 發現六四在中國大尾被封鎖 那到外面發現原來六四的真相是這樣子 跟在國內受的教育 國內說是學生打警察 然後很多職人是警察 那到國外才發現原來是軍隊開坦克車鎮壓學生 三千個那個學生 那他從此就不相信政府那一套 導致的結果就是這樣 他沒有辦法改變其他政治的方面 我比較明顯 我後來就發覺 中共也很能容忍 那個天安門廣場的是聚集到上百萬人 你今天在 你如果今天台灣中式紀念堂 你不要說三千 你三百人你在這邊 坐在那裡 只要一個禮拜 我們的社會 就不得了的一個事情 他竟然給人搭帳篷這樣子的 我後來去天安門廣場看 哇 這麼大 有這麼多人在這裡 那當然是有政治的訴求 他不僅僅是要推翻你 但是是有訴求的 杜雜丹在那裡 給你這樣子 就擺開來 那個情形跟以前那個美麗島的事情 差不多 之前他們也是 簡直是 他們認為這樣子做下去的話 就可以改變 那速度非常的快 以前就是說 在天安門事件之前 我們認識在德國 你就知道啦 哇 那個 那個中共 那個地方 那個所謂 大家認為說 那個自由開放的那個情形 快到不得了 你甚至可以玩一些遊戲 你就是 哪一把假槍 在當場 在一個什麼 什麼什麼什麼 什麼公開的場合裡面 槍斃一個人是假的啦 雖然是假的 可是是一種裝置益主 可是 這是不得了的事情 你可以做這樣子 怎麼怎麼做 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 我們這樣子的訊息 傳到西方喔 我們所有的頻道 都覺得不可思議 我們就知道說 它那個容忍是不有限的 它那個容忍絕對是不有限的 後來就 發生了不容易 對 我在想說 怎麼可能 它一個極權的政治 怎麼可能容忍 這麼多人在這個 天安門廣場 就是住在這一邊 也不走了 就這樣搞下去啊 我認為是 這個一定會鎮壓 那我看一定是會鎮壓的 反正最好 最了不起的 也不過就像現在的谷歌那樣 一樣 那麼多人反對它 然後它就是在那邊 就非常的看不起來 一對小朋友在那邊玩遊戲 給它一點發生的管理 這樣子 那繼續還好 就是說它已經 因為它已經覺得 它非常的穩定 對 它有信心它可以控制 可是它會 所有會發生這樣鎮壓的 事情的時候 都是它覺得是有威脅的 那它能威脅得到 這樣 其實那個二二八 那我看來講 那個當時在控制的人 才是一定認為說 你這樣子 不管你的原因什麼 但在它看來 唉唷 這可能不可收拾 趕快把你 攪拼這樣 對 當後來它的政權 非常穩定的時候 當它也不太去談那些東西 我們生活比較重要 對政治那種東西 真的談到這種環境的事情 如果是這個樣子的話 那它就 它就不需要這樣拿 不過這時候 還是真的就是要 回過頭去看看 到底 到底 在內部的時間 到底是 有什麼事情 但是這個劇力 這手段非常地劇烈 搞到全民 我們跟外面有接觸 他們講的那些邪教 我們朋友到大陸去 不過我們 我覺得我們政府 在這個事情上 可能是時間過了 我們以前的話 跟他來講是 看誰不了力的時候 因為只要他做一個政治動作的話 那我們當然要好好拿來宣傳 但是為什麼我們台灣政府 其實 我問什麼 那個時候媒體 就只有講說 他們做鎮壓 對 我看我每個媒體都在講 可是 但是 到底是怎麼回事 也不是 就是因此我一直到現在 還是 到底原因在哪裡 原因在哪裡 因為在之前他們在發 就是說整個 中國在發展那個氣功 然後各種各種不同的功法的時候 那個時間我曾經接觸過啊 那可以講說是一個百發氣功 而且包括台灣 那時候因為中國 關心那個氣功的事情 台灣國科會也有project 因為我家裡面都有人 參與這個事情 被當成 當成一個實驗的對象 這樣 這個 完全沒有辦法想像出來 這個氣功在中國 這樣也是很傳統 很普遍傳統 很普遍傳統 但是 每個人的說法也不同 但是 但是 就大成小異 真的要結束了 好 真的要結束 結束 結束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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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聊聊 我們聊聊 有些問題